歡迎回到進轉全球週末特條 國安法實施不到兩年 香港的進行出人數已經高達了32萬人 而我們看到最新的民調 有四分之一的香港人都有移民的計畫 就連親中非民主派的香港人 他想要撤離香港的比例也越來越高 人才流失現在已經變成了香港的新危機 不只是這樣還有調查發現 有將近一半的主要國際銀行 還有資產的管理公司 他正在考慮的是要把員工或者職能 簽出香港 那我們就要請問Edward 你長期這樣往返港台的經驗 可不可以跟我們分享一下 這個香港的金融業的人士 他們現在普遍的想法 以及整個香港他的推力 可不可以更進一步的 跟觀眾朋友介紹一下 我用一句話總結現在的現象 就是想走的人很多 猶豫要走的人更多 但是想進來的人卻進不來 那我想我會那幾個因素 那想走的人 他有本地向外的推力 以本地的員工來講 他面臨嚴格的疫情管理 跟社會控制的這些措施 就是說在生活的便利性上 那在旅遊上 以及子女的教育的條件 都開始轉差 他們也想走 那對於有經驗的海外員工來說 那目前其實大家可能沒有注意到 香港有一個航班熔斷機制 只要一個航班有超過5%的乘客確診 那這個航班必須要斷航大概5到7天 那也就是說這航班的不確定性 造成這個旅遊的不便 那不利於這些海外員工 往返海外 難以兼顧家庭跟他們的工作 那對中國籍的員工來說 那香港的社會環境 而逐漸跟內地變得越來越同步化 自由度降低 對他們的吸引力也是越來越不夠 那對這一些本地的員工來講 還有另外另外是海外的吸引力 所以他們會把這個海外吸引力 瞄準到新加坡的就業市場 這裡也是很不錯 那所以我們可以看到 在這一兩年裡面 有國際營動能力的專業人士 在過去兩年流失甚多 那主要是以新加坡為主 那少部分回到他們的母國 例如說在亞太地區或是中國等等 那人才的輸入卻是非常的緩慢 那以2021年首7個月的 專業人才獲批的簽證只有6400人 大概只有2019年在疫情前 高峰的全年的15% 那按照過去的經驗 這個數字應該都是已經要到6、7成左右 那人才供應緩不濟急 又大幅流失的情況之下 反而造成今年本地就業市場是 出現相當熱弱的轉工潮 那在金融業可能必須要加薪20% 才可以留得住員工 這也是一個非常奇特的現象